比较大的,目前的都是出手比较,还是比较好的,这个球是对的,特别是他的反手区,从现在看的情况看上,反手区他的步法都没有出去,所以有时候软压一下反手,然后直接上去抢往,抢住再打,这个陪司机的正手区域,特别是正手的后场,确实是有攻击力,有威胁性。 在反拍位置调往前,王一涵得到两分,这个推底线是推得稍微有一点狠,所以现在又要结合一点,因为陪司机现在从防守准备,打到王一涵之后,他明显的站位站在偏反手区域,因为他这几分15其实都是在他的反手区。 九平。 六平。 五平和三拳达出来,所以ей这个突然会否则下一的桥余颜。 好球。 好的。 这段线底线控制。 可惜了,这球稍微偏切一点边线。 陳真希現在領先一分10比9 陳真希現在看韓國 他的手可能有點戳破了 整個人躺在地上 應該是王尤航打到現在還是屬於比較明確的 而且這個進攻還是比較大打 目前那時候進攻還是比較乾脆的 王尤航必須要從在速度上 特別是在後場的這個壓 能夠壓迫他的進攻下這個突變 特別是對角線 對角線的突變要稍微快一點 有時候不一定要中殺 批就是快速批對角 或者說抓住他的跟軟壓一樣 然後再來上去搶他 這樣我們看到裴正希現在是11比10 領先一分進入到第一局的局修 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的是 第23屆油博杯的決賽 今年是送貨隊再次成功地殺入到了決賽 對手遇到的是韓國隊 那麼在今年晉級之路當中呢 中國隊是在八強階段擊敗了印度 然後3比0的比分 然後在半決賽裡是3比0擊敗了印尼 成功地殺進了今天的決賽 而韓國隊呢是從下半區當中呢 3比1擊敗俄羅斯 然後呢13比1擊敗了日本 殺進了今年的油博杯決賽 今年燙油杯的比賽是從5月9號開始呢 到16號明天將進行的是湯姆斯杯的決賽 今天呢是油博杯的決賽 五就位賓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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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就位賓中 八更位賓單 好的 好 Nein 方行行 По 那種操場挑球被對手截獲 直接的一板下壓 12比10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